Good morning everyone Are you excited? 你今天兴奋了吗? 学英文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兴奋 要有侦探的精神啊 因为语言啊 其实它好好玩 当你懂得它越多的时候 你会越想要了解它 我希望各位同学呢 你是因为了解而喜欢 而不是误会而跟英文分手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字叫做 Correct Correct的英文字的字就叫做正确 什么叫正确呢 因为COR这个字是加强语气 真正的字首 真正的那个秘密呢 藏在RECT RECT 只要有RECT的字都代表right 代表正确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来看有一个字 同学我们都知道叫做RECTANGLE RECTANGLE RECTANGLE是什么呢 是不是脚 然后它是什么样的脚 它是直脚 它有四个直脚 所以RECTANGLE 正确的脚有四个 所以它就会变成四脚型 RECT 然后RECT呢 RECTOR是什么意思 RECTOR是牧师 牧师为什么 因为牧师呢 都在纠正我们 矫正我们 说你哪些事情做错了 你要做对的事情 然后呢 COR是强调的意思 所以COR RESPONSE RESPONSE是不是回应 回应 所以COR RESPONSE就是什么呢 一致性的怎么样 回应它就变成 大家一起回应就是一致性 COR RESPONSE COR RELATION RELATION是关系 那大家有共同的关系 那就是相互的关联 字首 字根 它都有它的意思 每一个字都很好很好玩 我真的希望大家同学 所有的同学呢 都当上英文的小侦探 了解字的来源 它的脉络 你可以发现 哇 原来英文字 这么有趣 英文字一点都不难 备单字 不费力 一劳永逸 来听下英文 了解更多 当你自己的英文小侦探